很多投资人都有的一个迷思 在行为经济学里面 这个东西叫做 镜香偏物 嗨 你好 我是楚狂人 因为我有一堂课 是在教台股跟美股配置 后来就有学员来问我 问我说 是不是有可能把课程中 投资组合的配置 从原本美股加台股改成纯台股呢 我就问他 为什么你会想要改成纯台股 考量是什么 他就说 因为美国很远 隔个太平洋 感觉就是比较没有保障 我说纯台股当然也可以做到 但是如果要用纯台股的话 以过去的技巧来说 会是比较差一点 你OK吗 他说OK 因为之前只有做过台股 所以说想要继续只做台股就好 这其实是很多投资人 都有的一个迷思 在行为经济学里面 这个东西叫做 镜香偏物 什么叫做镜香偏物呢 就是指投资人 在一般的情况下 会偏向于投资本国股市 甚至是偏向于 投资自己在自己家乡的公司 而比较少是 或者是完全不投资国外的股市 基本上这是 只投资自己所了解的股票的自然延伸 出发点其实并没有错 但是做任何事情都讲求一个度 如果过分保守 只把目光放在国内 放弃了更好的其他股市的投资机会 最后有可能会降低投资的成效 不是承担较大的风险 就是获得较低的利润 做台股当然有做台股的好处 但是有些时候 就是做美股会更好 例如说 像台股就只能买苹果概念股 特斯拉概念股 而美国就可以直接买苹果 可以直接买特斯拉 像这种情况 如果因为镜香偏物 而不愿意多方尝试 其实就很可惜 更进一步讲 过去台股有几年的表现 其实很明显会落后于全球股市 落后美股一大截 但是台股投资人 因为我只做台股 所以那几年就得忍受 怎么做 绩效就是不如意的惨况 其实他只要愿意去开个美股的户头 就可以轻松的赚到其他股 国家股市的多头行情 单纯我们来看大盘的对比 从2010年到2019年这10年来 台股从8300点涨到11500点 涨幅是38% 而美股S&P500呢 从1100点涨到3200点 涨幅是290% 两者相差7.6倍 就算台股还原全息回去计算 台股也只有61% 也跟美股的290%呢 相差了4.75倍 像现在台股交易啊 依然得付手续费跟证交税 但是做美股呢 有些券商已经不收手续费了 这一来一回就差不少 你知道操作绩效是一回事 每次付出去的成本 能够省下来呢 其实都是多赚的 这些都是竞相偏误造成的后果 我这集节目啊 其实并不是为了要跟你安利说 美股有多好 也不是要跟你说 只投资美股就好 虽然说2010年后的10年 美股的绩效是赢过非美股的绩效 但是我们往前看10年 它的绩效呢 刚好反过来 是非美股的绩效 赢过美股的绩效 我只是要跟你说 很多投资人啊 都只想要投资本国 或者是本地公司的偏好 这其实是不好的 好我们再展开一点聊 很多投资人呢 他除了只愿意投资本国股市 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只愿意投资某一些商品 例如说 做股票的就一直只做股票 做基金的就一直只做基金 那这样子会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每一种商品啊 都有它适合跟不适合操作的盘式 所以说做单一商品 就会受到行情的局限 例如说 我只愿意做股票 我遇到像2008 2015 2022年的空头行情 我大概就只能够双手一摊 因为怎么做怎么赔 1700档股票里面 几乎95%都是下跌的 我要找到可以做多赚钱的股票超难 但这时候如果我有操作期货 我就可以利用期货可以做空的特性 在股市下跌的时候呢 我就把股票出掉 然后我就做空期货 反而可以趁去年的大崩盘 我就大赚一票 每天开香槟 所以如果你只会做基金 或者是只会存股 你就会遇到跟做股票差不多的问题 遇到空头走势你就无解 只差债是大赔还是小赔 其实很难赚到钱 我记得1998年 1999年 我刚刚踏入市场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买股票 我是先从基金开始买起的 到了2000年 网络股泡沫 全球股市都大跌 台股呢 从10393跌到隔年的3411 非常惨 然后我买的基金比大盘还惨 我去基金公司赎回的时候 他们跟我说 这档基金其实还不错 没有输给大盘太多 绩效是负的670%而已 所以即使是专业的基金经理人 遇到空头走势一样很惨 因为他只能做多 那如果你是只会做期货呢 遇到像今年上半年的这种大盘整区 大概也是赔多赚少 但如果同时你会做股票 你就可以利用选股方法在大盘整理的时候 找到比大盘走势更强的股票 你看像巴菲特他就没有被静香偏物影响到 他之前是从来不投资科技股嘛 这两年呢 结果赚最多的是手上的苹果股票 而且除了苹果股票赚钱 前两年他跨海去买日股 后来也是大赚了四五倍 结论呢 是静香偏物呢 其实是一种固守舒适圈的做法 只做自己熟悉的商品 其实没有绝对不好 但是也说不上有多好 因为投资市场是会变化的 会持续变化的 过去有效的方式 不代表未来也能一直有效 从这一集开始 我每次的节目 最后都会回答一个观众的问题 上一集节目 我们聊到0050跟00878要怎么选择嘛 后来呢就有人问我 他问我说 最近啊大盘从这个万二涨到万七 0050也涨翻天 原本是在存0050的 但是现在觉得已经涨很高了 是不是应该要先获利出厂一趟 因为你说是存0050 不是买低卖高 所以存0050这个ETF的关键 其实并不在赚价差 而在于累积张数 然后有钱就买 不要预设高低点 因为你要赚的是市场长期成长的钱 而不是短线的买低卖高的价差 过去10年0050的年化报酬率是9%以上 这代表说你只要持续买进 你的长期投报率 就会跟整个市场是差不多的 然后你每次投入的现金 都会换成资产 资产呢就以平均每年9%的投报率 持续成长 你要做的就是持续投入 有的时候买在相对高点 有的时候买在相对低点 互补一下呢就会跟市场是差不多的 那随着你投入的资金 加上之前投入的钱 都是涨多跌少 你的总资产就会持续成长 这个也是你该追求的事 而且预设高点这种事 时常都会看错 就以2020年涨上来这波来看 2020年3月 从8523涨到7月的万二 涨了快4000点 涨幅接近50% 看起来已经涨很多了嘛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拆高点的 你铁定当时会想要先落袋为安跑一趟 结果没想到后来又从万二涨到万八 再涨了6000点之多 如果你之前涨4000点 涨50%你就跑掉的人 你不就想垂死自己 所以存零零五零啊 不要去想说可以买低卖高 应该是有钱就投入 持续累积张数 才是正确的心态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 今天分享的观念对你有帮助 你就按个赞 然后订阅起来 对了 记得要追踪我的Telegram频道 我会在里面聊盘式 聊投资的技巧 那到时候都会分享给你